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继续探讨这个主题的 今天我要特别跟你分享 我在过去多年与神同行的经验当中 所学习到最重要的秘诀 那就是到底信是怎么样来的呢 信到底是怎么样来的 也可以这么说 首先我们看看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七节 这是一节很重要的药具 这个药就是药室的药 药具 是神真理有关这一个特定方面的 非常关键的所在了 圣经上这么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在这次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就是信来 如果你没有 你可以得到它 它是会来的 那抓住这个事实 这里说到信来 信是会来的 它怎么来呢 是接着听道来的 听什么呢 那就是听基督的话语了 我们必须留意听这个字了 这里说是听 而不是读 如果人只是读他的圣经 那么信不一定会来啊 因为经文没有说 信道是从读经来的 经文仍然是这样说的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这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分别 你不能单单靠阅读 就可以听到神的话语 圣经不过是一本白纸黑字的一本书 你根本不能够听见它的声音的 然而 怎么样使圣经的字 文字 成为可以听见的话语呢 我们必须要有另外一样东西来帮忙了 在希腊的原文讲到圣经的时候 它是指神的话语 是可以听得见的话语 而信呢 就是从听神的话语而来的 当然了 神的话语可以借着传道人的口 传给我们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啊 事实上 你可以听了传道人讲得到之后 但是仍然得不到信心的 什么使圣经能够发出神的声音呢 唯一的答案就是圣灵 只有圣灵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没有圣灵在其中的话 就不能有信了 所以圣灵就是信的根源 圣灵使神的话语变得活泼 生动 而且直接的向我们每个人个别的发出了 从而产生了信 由于圣灵的工作 我们可以从听道当中得到这个信 在这个过程里头 有三个步骤了 首先 神的话语借着圣灵传给我们 第二 当我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会集中在 神向我们所说的话上面 第三 从集中听到的结果当中 我们就得到了信 那简单来说 这三个过程就是 神借着圣灵给我们 他适当的话语 我们的反应就是去听 听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信 那不过 我们要小心了 所谓听道 不是漫不经心的 随意的听 那是对所听得到 有积极的一个反应 或者说有行动 接受神的话语 我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相信可以说明这个真理的 那不久之前呢 我在一个露天的步道会当中讲过到 有很多人在我面前站着 有的已经是信了主的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没有信主的 我就注意到一个大约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吧 在我面前站着 他一副轻蔑的表情 看上去就知道他对福音没有好感 他一面儿听 一面儿左顾右盼的东张西望 又不时的脸上露出轻蔑的一些笑容 不过他没有离开 我也没有理会他 我再继续的讲 过了不久 我突然发觉他变得安静下来了 他非常集中的在听了 而且脸部表情啊 也给予很大的变化 有一种饥渴慕意的一种神情 那我的心就不断为他祷告了 到了最后 聚会结束的时候 我发出了护照 请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 到前面来 真是奇妙啊 这五年轻人居然走到前面来了 我问他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呢 他很认真很坚定说 是的 于是我就为他祷告 在祷告里面 他向神认罪悔改 并且接受耶稣进到他的心里 到他完了 我就问他 你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吗 他说 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 六月之后 我又在同一个地方 做接讨的步道 他又来了 带着欢喜的心情 十分喜乐的来了 他告诉我 自从他接受了耶稣之后 他的生命改变了 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那只不过短短的二十分钟的 在街头的一个讲道 就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经历呢 主要是想说明 什么叫做信道 是从听道而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起先呢 这个年轻人只是站在那儿听 没有任何的反应 但是圣灵在他心里工作了 使他开始听见 于是他变得精神集中起来 态度也认真起来了 而当他肯留心听的时候 信就来到他的心里头 最后他就有足够的信心 去接受神的救恩了 过程就是这样的 神借着圣灵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听 就会产生信 在这几步的过程当中 我想强调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期间呢 我们必须要静止不动 也可以说是要安静的 在神的面前去听 诗篇的46篇第10节说到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另外一个翻译本就这么说啊 你们要停止努力 要知道我是神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秘诀 就是要躺下来休息 不要再活动 只要敞开我们自己 接受救主 这样你就会认识神 信就来 把神启示给你了 当圣灵透过神的话语 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停下来 专心一意的 用我们的心去听啊 从听 然后才能产生信 在历代至上17章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当大魏所治理的国 兴旺起来 国太民安了 那他自己 又是住在香伯木的 王宫当中的时候 他就想到 神的约会 仍然是在慢子里头 所以他就 发起这么一个意念 要为神建造圣殿 好让约会 有一个永久的居所 于是他把这个心意 就告诉了先知拿丹 拿丹听了以后 也觉得很好啊 就叫大魏 可以照他的心意去行了 可是 当晚神却告诉拿丹说 他不许大魏 为他建造圣殿 于是神就拆派拿丹 去对大魏说 建殿的意思是好的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不可给我建造殿鱼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说明神的道路的意念 是怎么样的高过 我们人的意念 当大魏从拿丹口中 知道了这个意思 哎呀 他真是意想不到啊 神的意思竟然是这样的 圣经在接着下边的 第十六节就说了 于是大魏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 那我们来看看呢 大魏是坐在神的面前 他不是跪下来 也没有祷告 他只是坐着 很安静的接受神 借着先知对他说的话 同样的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安静的坐下 思想 休息的时候 信就会来到了 我们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的 第六章 第六节 所讲关于祷告的时候 他说的话 圣经这么记载说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内屋是什么呢 那我想这就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这个地方 你可以关上门 避开一切的骚扰 和一些繁杂的声音的地方 在那里 你可以真的听见神的声音 你也可以得到信心和启示 这些祷告 是很不相同的 记得在前几次 我有一次跟你讲到 不信的危险 我再把其中的几节经文 跟你念一念 希伯来书第三章 七到十二节 圣经这么说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 视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 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 把永生神离弃了 你看呢 以色列人的错误 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 圣灵对他们说话 他们完全不理会 因此 他们得不到信 结果 他们就陷入不信之中 得不到神 为他们所预备的福气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两个事实了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而不信是因为不听神的话 只有圣灵能够使圣经成为神的声音 我刚才强调了 不是阅读 而是要去听 当我们听见又接受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真正的信心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